大家好,感谢收看三号大师为您带来的DOTAR直播比赛解说 现在给大家带来的是2024年的精英联赛 对战的双方是来自于XG对战Blacklist的小组赛BOR的第一场 让我们来快速的过一下阵容 今天这场比赛比原定的开始时间是满了足足一个多小时 前两轮比赛打的也是比较胶着 今天和明天是小组赛的最后两个比赛日 每天都是四轮比赛 我们给大家争取播三四轮 争取播三四轮就跟之前一样 那么来看一下这场比赛的阵容 AME是拿出了一个飞机中单小毛的船长 加三号为末日,四号为独狗,五号为凤凰 这个阵容非常非常的复古 那么Blacklist这场比赛拿出来的阵容则是一个中单的宙斯 Abid的宙斯 BORB是拿了一个三号位的人马 然后一号位大哥是一个水人 四五号位的炸弹加上大牛 两支队伍拿出来的这个阵容呢 除了大牛近期的登场 整体的次数的话一般般 其他的英雄基本上都是比赛里边的常客 每场比赛都是 几乎是每场比赛都会有登场的一些角色 要是卖一刀踩,感觉小毛的这个一血应该是要浇了 看看这个人头对方会不会让呢 这里最后这个人头没有刻意让 不过Abid这里还是拿到了这个一血 让中单的宙斯拿到一血 然后呢小毛的中单船长这个对线可能要难打了呀 对方拿到一血意味着基本上很快就可以拿到这个 非常非常快啊 非常非常快就可以拿到自己的瓶子了 拿到瓶子的话呢 这个中单的小毛 他在耗血方面 原来用水刀耗血所带应该拥有的一个优势 现在就抹得了 这里对方又是一个补刀 远程兵船长呢 过来拿水刀吓唬一下 把这个宙斯的位置给他逼走 然后呢他的师把这个远程兵先补了 让自己尽快的升到二级是现在的核心 上路这样比赛这个大牛啊 在面对末日和毒狗这两个英雄的时候呢 这个大牛还是挺厉害的 尤其是当他的这个魂 这个时候小月生要小心啊 要小心啊 这个位置对方的一个大牛现在很猛 毒狗赶紧过来关一下 水刀转个属性 大牛出来以后 这一波心情的处理非常的不错 等于大牛在把自己的魂撞了足够多的人和两个英雄之后呢 完全没有让对方A出来任何一下啊 任何一下 那么这样比赛现在比分是零比一啊 对方拿到了一个一血之后 两边在这个边路啊 其实都有一些想法 但是呢 呃 一级英雄这个技能还是稍微少了点啊 还没有完成 没有找到更多的机会去进行一个击杀 这块大牛好像是用自己的魂拿到了一个远程兵的正补 水刀目前是6-0 末日5-1 飞机是10-1 中路船长的这个补刀追上来的还是挺快的 虽然对手Bad的这个宙斯是拿到了一血 而且是他拿到了船长的一血 但是现在呢 船长的这个补刀追的应该说还是非常不错了 毕竟打的是宙斯刚一开始又让对方拿到一血之后 劣势还是比较明显 这里上路的对线呢 小学生的这个末日到目前来看 呃 补刀不太顺 主要是对方的一个大牛确实有点厉害 大牛这个英雄是真的有点刻这个末日在游戏前期 因为末日想要耗血的话 他必须得一直跟着对方 然后必须贴身去A等等这些东西 这场比赛啊明显就这个条件就比较一般 比较一般 这个场比赛有观众表示说小熊猫怎么不动了啊 确实小熊猫忘了开了 小熊猫忘了开了 现在 两支队伍啊 从队伍的战队实力上来说 呃 我个人觉得XG应该还是要比这个blacklist要强一些 实打实的 我个人感觉实力上还是要稍微强一些的 而且最近XG的这个比赛表现 反正就是突出一个1比1 好吧 独打一个1比1 到现在为止 XG的战绩是五个平局啊 打谁都是1比1 队长在中路现在补刀已经是追的七七八八了 边路的对线呢 末日在上路这段时间的补刀呢 因为一直非常积极的去勾兵线啊 把这个兵线空到离自己比较近的区域 所以现在这个兵补刀呢 也是追上来了非常非常的多 那么现在人头数仍然没有变化 还是只有对方拿到了一个1血 两边呢 在补刀方面 随着XG这一侧的这个补刀的优势 逐渐体现出来之后 嗯 团队的经济也是实践了一个反超 尽管对方是有一个 有这个反补 尽管对方是有一个1血的优势 这里上路 上路这边 两个人对着这个末日啊 这个大牛确实这个英雄 末日是真的挺讨厌大牛这个英雄的 因为真的A不过 好在这场比赛对线还有个独狗在边上 如果不是独狗这样的一个 能够在游戏初期就限制对方很长时间的 这样一个角色的话 这个末日的对线可能会更难受一点 不过对方的这个水人啊 这个水人被叠4层出来 再给一个平A 再叠5层 一个炸 这水人居然能被毒狗叠5层毒炸死 这也真是 这里开始叠毒 然后呢直接炸漂亮 小一生这块最后依靠自己的焦土 完成了这个击杀 毒狗也是提前把这个毒给它爆出来 把伤害打出来 然后让这个用焦土的后续伤害 完成了这波的收割 今天波几轮 今天还是两轮 还是两轮 他说既然A不过 为什么不加吞噬发育 因为如果你加了吞噬的话 就主加吞噬的话 就意味着这场比赛前期就真的没有你这个人了 比赛的过程当中 咒斯这玩意过来还差一个小店 还差一个小店一个平A 小毛这里被这方的这 游走过来的炸的人 配合中单咒斯完成了一个击杀 就是不能光考虑我眼下的这两三分钟 这三四分钟的游戏 就是你要考虑一下 你这个英雄如果采取了这样的一个加点 那么到了游戏的十分钟到二十分钟这个阶段 你是不是能够站得出来 你可以主加吞噬发育 但是这个就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 主加吞噬对线更弱 那么这个线你就更不敢站 进攻的能力就更差 对方的压力就更小 那么反过来这个打着打着 你就变成只能用吞噬了 这个地方是依靠着水人的一个波浪形态 再加平A 成功的配合宙斯大招 完成了对于独狗的击杀 现在能够出来到了2比3 不过对线的补刀经济优势 仍然还是在差距这一侧 他说这个版本黑咸 是不是挺强的打三功能性 黑咸这个版本确实还行 他的胜率确实是不低 这块默热开启自己的焦土 然后利用阎刃打晕一下大牛 要不然这个大牛疯狂的在这卡位 自己还是有点难受的 毕竟现在手里边的相位鞋还没有做出来 现在正在做 独狗这块过来去囤一下大野和远古 一个平A然后转身一个毒拉走 这个野还是比较好囤的 这块这个大野和远古野还是比较好囤的 七分钟的野囤完了以后 刚好回去控一下智慧神符 对方是炸弹人回去控一个几方的神符 BGM又bug了是吧 就bug了 雪碧又被2比0了 Spirid应该被淘汰了吧 已经 果然 Spirid这些比赛的小组赛 现在已经锁定被淘汰了 跟他们战绩相同的是Hurik Hurik这边也是3-9的战绩 一个小组赛都出不去的队伍 这个肯定是不能称之为强队的 那天我说Spirid现在是一个弱队 有很多观众表示很费解 甚至有些愤怒 但是现在的这只Spirid它确实是一个弱队 感谢雨林朗老板的心河入梦 感谢贪婚不贪婚老板的两个水晶之脸小花花 谢谢雨林朗老板和一单心雨老板的爱心抱人 谢谢各位 好 宙斯这个大殿打断了地外的这个 一个飞 那炸人上来一个自暴 宙斯给大 留住 看看能不能留住这对方的这个宙斯 这个宙斯跳出去 人马给大 独狗一个关 漂亮 留住了 这波出来以后再接上一个水 完美 那又主打比赛被终结 而且拿到人头的是AME的飞机 这波是直接挣了379加270块钱 他说飞机这个版本一号位怎么那么热门 这个版本的一号位啊 基本上就是要么你对线特别厉害 要么你刷钱特别快 符合这两个条件的C都可以上场 对线不厉害 然后刷钱也不是特别快的那种英雄啊 就就不要用了 这个版本玩不了 他说OG厉害吗 OG OG这个队伍现在的稳定性也很差 实力 这个战队的人员储备实力是有的 但是稳定性很差 对线特别人 优鬼被内涵到了 优鬼现在确实不行 优鬼现在是 对线对线不行 刷钱刷钱不行 打架打架不行 三无形C 优鬼现在是三无形carry 不是据说百戏大王4月20号上线 这个消息可套吗 我不知道 这里抓到了对手的一个大牛 完成了对大牛的击杀 人都是4比4 现在在发育方面 XG是明显领先了blocklist的一个量级 跟XG这个队伍打比赛 对线切打完不领先了两三千 这个基本上就是会进入到劣势 XG的对线就是一坨 真的就是一坨 但是你打XG 你对线都占不着便宜的话 足以见得这个队伍对有多弱 他说他现在除了电棍还有啥C可以玩 一定要在当下这个版本练C除了电棍以外 就是小狗和飞机 如果你不觉得无聊的话呢 可以选美毒杀 这边船长给上一个标记 一个船转过来再接一个水 不过没有风许伤害 大德人的自爆给上来以后呢 大牛在前面顶给机会 看一看Gavi的人马赶到战场以后呢 现在这个人马来到战场 但是因为没有跳刀啊 所以只能是把队康吓跑 开大过来一条踩 双人剑平A 再加宙斯的输出用水人的技能 让小猫的船长最终还是被对方人马 开了一个大招冲上来给留住了 飞机赶到正面战场以后 并没有什么太好的机会 身上做了猎鹰战刃 然后加了一个水晶舰 然后才开始去选择出一张 卡了B站这边有观众表示卡了 卡了的朋友可以尝试切一下清晰度 或者是切一下那个线路 人马这块一条才踩住两个 然后开大 凤凰变弹 水是波浪形态 过日直接被秒 这个时候对方开始激火 凤凰弹也被打掉 毒狗出来也被秒了 0换3 卡迪的这一波进攻 在上高的时候 被对方人马在高台蹲了一下 好 这段时间由于飞机刚才是没有来 所以飞机的经济并没有掉 不过中单和三号位的节奏现在是没了 里人马一脚跳踩 看一下炸的人尖刺爆 大牛CT 船长这里给自己挂上一个船游 宙斯给一个大 还是把他秒了 神已经波浪形态过来了 如果宙斯这个大招没打死的话呢 敏捷的变体攻击应该马上也就跟上来了 但是说北达飞机出向位 靠平A输出的C严格意义上来说 出甲腿和出向位都是可以的 都有道理 这机这里用大招呢消耗一下对手 把对方的人往回逼退一下 由于血量越低啊 这波Blacklist也是选择先回撤一下 毕竟还有一个末日 这里选择是人马开大掩护一下 没有打断了 船长给一个标记拉回来 再接上一个水 水完了以后呢 大宝剑还在往回跑 这大牛跑得是真快 这里跳过来一刀踩 然后再加上船长一个水刀 终于完成了对于大牛的击杀 稳稳略高 标记拉的杜姆吧 刚才拉的杜姆我没看清了 好 这块杜姆大招给到了水 水直接被杜姆给秒了 那个眼还是立大功了 人马一跳过来 一个双人剑再接一脚踩 宙斯过来一个大殿 一个小殿 人马又是一个双人剑 还差一下 让人头给了BID的宙斯 现在宙斯的经济跟水是差 跟这个飞机差不多 大牛出跳 大牛没出跳 大牛出的威光披风 一场AR如何 AR那个比赛我没看 大牛出的威光披风 大牛出的威光披风 万不贪婚老板的四个稳 现在飞机18分钟 已经来到11000啊 这个经济增长的还是足够快 考虑到这场比赛 对方有宙斯 大牛 炸弹人之类的英雄 飞机还是要尽早去出到BKB 有了BKB之后 这个英雄才能在正面 有一个输出的环境 飞机感觉发育速度一般 18分钟11000的飞机 在队友屡次进攻不畅 自己喝不到汤的情况下 这个发育速度已经惊为天然了 场面优势 飞机的刷前空间足够大的情况下 你可以说让飞机要求他16分钟经济上万 这个不算太离谱 但是你说队友屡次进攻不畅 然后一直在被对手抓着打 飞机还能坐到17分钟左右的时候 到10000进去 这个已经是很厉害了 要是还嫌慢的话 你动大招给上去 船长给上一个标记 一个船 拉回来撞上去 然后再加上一个平衡 拿到人头最后居然是意外凤红的大宝剑 大叔你压根儿不懂弹幕大神的含金量 呵呵呵呵 这就是我草率了 现在水人山上甲腿分圈 一个吸血面具来帮着刷钱 中立装备带着行家阵列 然后开始去突决刃 去突决出 サ出者数字 去突决下 马上安 踩戈 去突决 踩戦 好 快 踩戈 我不念 三十二二三四四五五五的 on 四五五五的 刚刚这个炸弹人自爆走一下 然后炸弹人在 人马这边居然就炸弹 还给了一个大招啊 这个飞机在20分40秒的时候 经济来到了13500 经济增长速度确实还可以 符合对AME的固有印象 接着叠毒四层毒打掉 那么21分钟的智慧神符 也是要给飞机吃一下 飞机没吃 飞机选择让这个酱油来吃 还是让两个酱油先把等级升上去 这就是这个酱油 这就是这个酱油 然后还能吃虎油 就像这一样的酱油 这就是这个酱油 诶 这里留住的是一个炸弹人啊 这个应该不打了吧 杀一个炸弹 杀一个炸弹 这个成本呢 大牛的这条CT踩出来以后不敢打 第一时间炸弹人被抓了以后对方这边撤的还是比较坚决 拉克里斯看来对于这一波的接团是完全没有自信 觉得自己并不是对手 这微光迷风还要脱了两个 看出AR和差距谁更厉害一点 差不多 对了 我对我现在实力整体差不多 现在飞机15400的经济 摇摇领先啊 看一下水人的装备啊 水人那边分身决认马上出了 待会儿勾射水炮 一会儿我们就要看到勾射水炮了 诶 这边人马这招踩 诶 第一先没有踩到 就死那一张第一波人马开大拨来撞一下 团长这边的技能已经开过了 飞机的大招也已经开过了 人马还在前面继续持障碍 这个人马确实把伤害顶满了呀 炸的人磁包炸到两个人 哎呀 蜜叶直接点掉对方的雷 诶 看看地上那个雷天掉 炸的人直接被死 飘 这样的话 这一波是被XG 直接打了一个零换二 团队经济拉开到了5000加 而且这波打完以后还可以继续打入山 逼迫对手过来继续开团 飞机因为已经有了BKB了 所以这个时候你要跟我开团的话 我飞机在前面就是一顿乱A 没有任何操作技巧 就是一顿乱A 功力装备呢 拿的是一个薛鬼獠牙 这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装备 对于飞机而言 好 这里末日直接去包后排 肉身 还行 拿到了 不过这个关非常的关键 出来以后看看水人变成飞机 但是不敢回头打 光有高射水炮你不敢打有什么用 这波直接被集火带走 这样水人大牛两个人被集火带走 肉三打掉 肉三顿美滋滋的拿掉 前后打了对方一个五人团灭家族 团队的经济差瞬间拉开到了一个9000加 末日打了2600 飞机打了2100 这一波血转 而且打完了以后 XG感觉应该是快要拿下比赛了 整体实力上面来说 肯定这两支队伍而言还是XG0-2000 Dyer's bottom tower needs some help Dyer's bottom tower has fallen Dyer's bottom tower is under attack Dyer's bottom tower needs some help 玩儿打掉魔方 这把拿下是不是就出现了 呃不是 不是 啊 这里看看宙斯 这个A仗雷云 看见雷安妮 波浪行来上来加一个遍体攻阶 先秒掉第一条命 然后凤凰直接高台变弹 船长这里给上一发水上乐园 这个大宝剑变弹有点厉害 大牛直接被这个凤凰给送走 那这样的话水人在后排被对方三个大哥围剿 而其他人被一个地外的凤凰高台变弹 加大宝剑一个宝剑 资中三人 全部被逼退 那只用了飞机一个肉身段 换掉了对手的双大哥 再加一个大牛 完美团 意外的这个凤凰弹真的是太溜了 这波打完了以后人都是来到了17比11 双方差了12000的经济比赛 应该可以准备落下帷幕了 飞机里边出完了BKB以后 下一站装备直接去做这个 先做了大炮 然后直接开始去做撒弹 由于实在是太有钱了 所以这个撒弹应该出的也是比较快的 水上乐园在那种位置 最方整个战场被完全分割了以后 水人一个人在前面鼓掌难鸣啊 真的没有人能帮他 这个版本纬杀夹腿裸圣剑有说法 变便宜了 夹腿裸圣剑 2 3 9 中断 你的这个我想了半天这个夹腿裸圣剑的这个出牌感觉像是自己的领导在对面你知道吗 硬控20秒一言不发 大叔记得你曾经做过的一个圣剑剧毒的视频吗 裸圣剑最有意思的人是那个谁 我见过裸圣剑最有意思的是裸圣剑的炼金 一双鞋裸圣剑 然后整场比赛他出了圣剑以后然后就在疯狂打架 然后整场比赛就是不停两边在不停的抢那把圣剑 那场比赛之间我看的人给我笑死了 周斯这里被标记了标记插船水 然后呢周斯在脚底放了一个雷云 我还是被团长家末日一顿你输出直接送的 到时候可以做个血魔第一视的啊 那是把戏血魔吗 好看一下这一水光行白过来 大牛的脚CT并没有用上啊 直接秒掉了一个毒斗 但是已经从后面包过来了 插底大跑剑飞过来减速两人 然后直接变弹船长给上一个船 给对方拉回来 留住这个人马 人马倒是挺结实的 大牛这边给了一个大招 定一下人马开启BKB 船长一个潮起波推过来 凤凰飞走 人马一个人的速度不够 打不死 有时候飞机过来以后收掉了这个残血的人马 打完了以后船长又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标记 加上水 水起来对手二人 可是波浪现在走一下 潮起波推回来对手的炸弹人 看看这个末日 BKB的一脚踩 跳踩没有踩到 这个水人还要反杀小毛 这个地方小毛绕了一圈 动不大招给上去 大牛一刀踩 踩住 但是飞机这里也依靠自己的一技能扫射 再加上A仗的一个 呃 侧击枪 还是把对手的飞机 再加上小学孙的 应该有胶土吧 刚才 还是完成了对于这个水人的一个围剿 打完这波以后 比赛应该结束了 Blacklist的后边的 这些反抗啊 给我的感觉就是没有什么反抗 并没有什么反抗 小毛刚才这一波 这个绕树林反跑 这个动作还是非常漂亮 感谢HOMLA老板的炮炮糖 这个动作还是非常漂亮 这个动作还是非常漂亮 永生雪魔 打不死 诶 这关船长想给技能 没来得及 永生雪 再一次运动 我的水平 Radiant's top tower has fallen 他有说这种残没打了没有啊 是不是在等着他们打的吗 Radiant's top tower is under attack Radiant's top tower deserves just as much help as bottom Radiant's top tower has looked better 诶 这里动力大招单人抓到了水人 单人抓到水人 找一张最后直接自信回头 为什么AME不出装备 优势也要留买活 优势当然要留买活 留买活这个事 一般情况下两种情况下 两种情况是不需要留买活的 一种是 这场比赛你没有这个装备 你买活也没有用 你可以把钱花了去出一件关键装 这是一种情况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不需要留买活 是你带着盾 你带着盾 然后呢你们这边是一个绝对优势 而且就算是你不留买 你这波如果没打赢队友也能守得住 这种情况你可以不留买 但是仅限于这两种情况 你看这个时候就是他就把钱花了 因为带盾了 对吧我带盾了 我本来就两条命了 然后这个时候我的优势呢 又足够大 就算是我这边自己被打死了 如果我的队友有两三个人要买的话 也能守得住 那我可以考虑出买 这个导弹好像是打中了 漂亮 对方的这个水人这波难受了 直接被飞机A死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智慧神父 直接把智慧神父拿到 那这场比赛应该结束了 买活的水人加买活的大牛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 没有BKB存在的话 这个飞机往前一站 我都不知道你们的人怎么往上走 真的就飞机站这就行了 是N一辆S 然后A一辆D版 双手离开这盘盘盘就结束了 然后开始高楼火炮一对书说 对方的人马和炸弹人两个人悉数被秒 买活的水人呢也不敢往上走 自己里边死了一个船长一个毒狗 不过问题不大 现在这个飞机又度目着大招 又找了对方的水人了 这水人死了 对方打死了继续 好吧 恭喜Charlick在双方BO3的第一场呢 是冰不雪刃拿下了对手 我是藏卧大叔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和直播的话 别忘了收藏另外我的频道 咱们稍日休息 一会儿下场比赛见 感谢各位 摸摸达